1月6日,第九届中国青海国际冬季抢渡黄河极限挑战精英赛在青海省贵德县激情开赛 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名选手相聚黄河,在湍急的水流中上演了一场追逐大战 据了解,此次赛事举办水域海拔2200米,抢渡长度500米,当天水温7.4摄氏度,流速每秒1.15米 杭州代表队参赛选手张涛认为,对于冬季公开水域的抢渡者来说,这里既有极好的自然条件,也有极大的抢渡难度 不确定因素大等原因,才吸引了众多冬勇爱好者,以及专业的游泳运动员的参与 我是从第一届开始,年年都来的,从这几年下来的感觉,贵德这个比赛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中,比赛应该说都是很有它的特点 它第一个海拔比较高,第二个水流比较急,水温比较低,而且缺氧 你看我们刚才起来,很多运动员起来的时候都在吸氧,都摊到地上,那都是拼近的力量 所以说它这个非常有挑战性,还有呢,这个因为它由于水流的原因,所以它这个比赛有个就不确定性 这就是说特别吸引运动员的地方 发令枪响,运动员跃入冰冷刺骨的水中,与急速的水流做着抗争 最终到达黄河对岸,有人感觉到精疲力尽,有人上岸后出现了一些身体不适 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当地群众的热情所感动 在别人的搀扶下,还不妄想观众们挥手表示感谢 德国参赛选手皮特,因为湍急的水流影响了他的游泳路线 最终只获得了小组第四,但他说,每年的收获都很大 精神多的时候越来越强,然后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参加过五次 我觉得每一次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就是一个挑战 挑战心理和身体的强度,每个方面 不是那种,我泡过一个麻辣葱,我现在差不多知道这个感受 我虽然知道这个感受,但是每一年都是挑战很大 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填补了贵德冬季旅游的一个空白 尤其呢,就是说,今年的那个运动员的规模和质量 比以往年就是更高 运动员原来就是六七十名,今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二名 通过这些活动呢,再加上一些我们全省的彩色宝活动 整个就是说,对我们推动全民健身的蓬勃发展 推动贵德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